我们一般概念上讲 天台讲四教 华阴讲五教 四教里面 藏通别都是全书 语言是真书 五教里面 小 时 钟 这是全书 后面顿教 语言教 是真书 跟你讲真话了 那你不到那个程度 佛不会跟你讲的 佛是应激说法 你程度不够 程度小 跟你说小法 谁都放下 那我们现在 是凡乎 烦恼稀奇很重 从哪地方起呢 从断我修善 下手 善我的标准 就是世善业道 晚进这种苦 佛门里面 采取 儒跟道 来作为学习的基础 这非常之好 所以不必修下承诺 采取乳的 无能 无常 四为八德 采取道的 太上感应品 文昌 敌军音之文 用这个基础 西无十三夜道 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今天十三夜道 为什么这么难 下头没有根呢 如果有这么好的 这个根底 那就一点都不难了 那么 五能 五常 四为八德 这么个学法 弟子规矩 统统就说了 这一千零八十个字 具足了 古圣仙王所教的 能离道的 英国的教育 都在其中 所以我们这些年来 鼓励大家 用弟子规 扎梗 用感应品 扎梗 然后 再学 十三夜道 再提升 三规 终结 这佛法的戒律 因结得定 因定开会 按照这个次第 慢慢向上提升 真正练功 除了认真的 实践 弟子规 感应品 十三夜 还要认真 学习 放下 控制 战友 这两个念头 不好 这两个念头 是所有烦恼的根本 练习 我们对人 对四 对五 没有对力 别人对我有对力 我不跟他对力 没有控制的念头 没有占有的念头 你的心才会清净 如果你有控制的念头 有占有的念头 这个清净 界别了 永远没分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我们 这个底下讲的 炼制心体 这个炼是锻炼的 制是整制 就是修行 把错误修正过来 而占证的标准 就是建立 从地质规 起步 地质规 是基本的建立 感应品 都是属于基础的 所以佛法 是建立在 如道的基础上 因此 中国的佛教 就离不开如道 要非常认真地 奠定如道的基础 这才能入佛 用这个方法来 炼制心体 心地 纯净 纯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